好了 说等一下 我们进来大家伙去一块运动运动吧 锻炼一下身体 其实我们都知道锻炼身体 可能你需要跑步 然后减肥瘦身也要跑步 健身房里可以跑 公园当中也可以跑 操场上 跑道上也是可以跑的 但是感觉这些都太普通了 这个我是不爱跑 当然不普通的也有 比如说这位 图片里最右边这位 成都的90后小伙王波 人家的跑道咱也都熟 叫什么呀 叫赤道 对 就是把赤道当跑道 这个可以有 最近这八年 王波已经带着一群年轻人 跑过赤道上的八个国家了 一次又一次的惊险刺激 真的是各种挑战 是啊 王波09年刚上大学 就创办了一个叫赤道跑步协会 那会儿还只是徒友其名 希望能向着太阳一路狂奔 但却只能在学校的操场上跑跑 不过从2011年开始 队员们就动真格的了 他们开始走向赤道穿越的国家 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赤道跑 马来西亚 印尼 新加坡 东非四国全部跑遍 而今年九月份几个小伙伴 又完成了巴西赤道跑 他们的规矩是 无论去哪个国家 必须要赶在9月23号起跑 也就是太阳直射赤道的那天 要的就是那种离太阳最近 犹如梦想照进现实的神奇感觉 巴西的15天 他们在圣保罗跟里约热内卢 每天打卡10公里 明年他们还计划飞向第九站 去西非的加棚 赤道穿越的国家有15个 要一个一个地去实现 是啊 在巴西 他们还去穿越了亚马逊丛林 还有特别刺激 有人被食人鱼咬住了手指 还有一位同行的外国友人 掉到了两米多深的谷底 对 去年他们去东非四国的时候 其实也挺危险的 因为那次他们是跑了肯尼亚 包括乌冠达 卢旺达 以及坦桑尼亚 跑步之外 队员们还去挑战了 尼罗河漂流 你要知道那个是号称世界第一漂 全程五个小时 途径一个两米高的瀑布的时候 当时王波跟另外一个队员 都被甩出去了 是啊 王波说他当时 自己以为就挂了 我就挂掉了 还好 浮浮沉沉三次之后 被这个教练一下给抓回来 对 当然比起这些惊险经历 过去八年吃到跑 带来的收获应该是更多的吧 一次次的总结 思考 新鲜感消退之后 能够坚持下去的理由 一定是那颗更加坚定的内心 等那十五个国家跑遍 不知道能不能申请一个 吉尼斯世界纪录什么的 你说这纪录多不容易申请啊 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说 申请一个跑步的世界纪录 倒是也算挺好实现的 就看你脑洞开得有多大 就看你脑洞开得有多大 好